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到高雄新兴区 放松小酌一番 在林森一路上有一家居酒屋 这家店采用的是直火炭烤 所以充满浓郁的炭香 店家还把鸭胸做成了串烧 推出了市面上很少见的樱桃鸭葱串 烤到了七分熟 肉质非常鲜嫩 而且只香迷人 另外还有这道起丝鸡腿肉 用温体鸡肉炭烤 再铺上一层厚厚的双色起丝 浓郁的起丝香气 伴随着肉汁丰沛的鸡腿肉 吃了让人口齿流香 一声朝气的欢迎光临 让小小的居酒屋 充满了温馨的味道 最适合和三五好友下班后来放松小酌 抛掉一天的疲惫 高雄是夜生活居多 下班后大部分的人都想要小酌一下 这间的给人家感觉就是 还蛮放松的那种居家那种的感觉 CP值很高 我喜欢它的风格 还有它的菜蛮多样化的 对 有很多可以提供选择这样 一到到高CP值餐店 出自店长袁盛 运用新鲜本土食材 像是把宜兰饮桃鸭 摇身一变成为串烧 特别去除丰厚的脂肪 贴的时候 那个油跟肉的比例大概是8比2 那这样吃起来的话 不会油脂太多腻口 平均大概一口的大小这样 吃下去才会比较刚好 不会说太大块的话 可能咬不断或者是咬不烂这样子 那太少的话可能又没有嚼劲 鸭胸搭配葱蛋串起 更具色香味 葱绿跟葱白的话 互相搭配一下 它这个颜色上面会比较漂亮 那口感上面也会比较好 像樱桃鸭的话 我都会放在砧板上面去穿它 那放在砧板上面主要是 减少我们手的接触 因为我们有体温 对 那减少接触的话 它比较不会退冰 这样烧烤出来的肉串 它就会有一个碳香在 那当然比较需要注意的 就是在这个火的控制 不像瓦斯 可能你可以控制大火小火 但是木炭 你就要非常注意 它是目前是烧红 或者是已经快要没有炭了 其实樱桃鸭这个跟牛肉的口感 所以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大概是在七分熟左右 会比较刚好 漂亮的樱桃鸭葱串 被碳火烙出诱人的玫瑰色 还有浓郁的碳香 烤到七分熟很鲜韧 芝香迷人 搭配葱段更能提香 丰厚鲜味在嘴里慢慢化开 我觉得它的味道都很够 尤其是它韧性算OK 然后它的吃下去 那个嘴巴都会那个味道 会久而不散这种 鸭肉给人家感觉 第一印象就是比较硬 它给人家的鸭肉感觉就是 很软 很松软 烤的方面来说 它分量我觉得够 而且它精细度我觉得也还不错 在炭火前熟练烤串 很难想象李远胜 原本是一名职业军人 回想当年都是跟着心走 才慢慢来到餐饮这条路 其实在部队里面蛮多自己的时间 你有很多时间可以跟自己对话思考 慢慢地才想说 到底自己未来想要走什么样的路 对 那在退伍的那一年 我才自己去考了 就是又重新考大学 又考了餐旅系 回到校园追逐餐饮梦 还意外萌生了创业梦 我念的是夜间部 那白天其实同学大家也都是在工作 那晚上来的时候其实很多同学都会抱怨说 现在外面的工作可能上司老板都刁难啊 或者是像人家这样灌老板这样子 对 那我们就会想说 如果真的有一点我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真的不要这样子对待自己的同事 毕业后他就到宜兰一家居酒屋学艺 随后来到高雄发展 担出高品质的串烧 像是把温体鸡肉串起 烤到七八分熟后 再铺上大把双色起 好的好吃不好烤 你如果说只是熟的话 那当然没什么啊 对啊 但是你要在起司可能上色出来的时候 但是肉还是保有肉汁 那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考验技术的起司鸡腿肉 能满足爱吃起司的客人 鲜浓起司遇上鲜香鸡肉 还保有鲜美肉汁 让人口齿留香 吃它起司烤过之后就是很鲜美的多吃 然后上面有一层起司的话 你吃的时候它会砍溪这样 烤的时间控制得蛮刚好的 所以就是那个肉吃起来 因为鸡肉其实很容易 可能你外面烤熟 可是里面其实是生的 对 那我觉得它时间控制得蛮刚好的 起司里面它好像有弄一层美乃滋 对 然后其实合起来那个味道还蛮好吃的 一夜干也是来电必尝 油脂丰富的五仔鱼 最适合制作一夜干 鸡仔鱼它本身的这个油脂比较多一点 对 那我们做成一夜干之后 主要是怕它烤起来不会说干干彩彩的这样子 肉脂比较难 所以这样子整体配合起来会比较滑顺 比较好吃 入口 为了保留油脂 处理时得格外小心 对 我会开小小的 不要太大 那这样子最主要是说怕把它的油脂 冲掉太多 那会影响它吃起来的口感 血块这些东西主要就是它腥味的来源 所以这个一定通通都要处理掉 经过泡盐水冰镇风干就可以放上烤台 不断翻面掌握鱼肉受热的程度就能吞香上桌 五仔鱼一夜干 鱼皮金黄微焦 鱼肉却鲜嫩不干柴 吃来外酥内嫩 脆口又鲜美 吃起来的话就觉得那个口感很棒 然后很鲜美多汁 然后是喝啤酒就一定要点它 酒蒸蛤蜊还能观赏桌边料理秀 清酒煮滚后再点火挥发掉酒精 倒入满满的蛤蜊 就是满锅酒的清香和蛤蜊的咸香 滋味恰到好处 它的蛤蜊每一颗都很大颗 然后因为高雄就是很适合吃海鲜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来这里他们的酒蒸蛤蜊就很鲜甜 对 然后我平常其实不怎么喝酒 可是就是可以接受这一道就是料理这样 李元胜用心打拼 让一道道串烧 酥零抹温馨的好滋味 也让每个来店里的人都能感受到 容易的人情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